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我们的鬼神吕布登场了 那原本冷月以为会是一样跟上古宝库一样 是可以用元宝去抽将的 所以冷月非常的兴奋 那一直到下班回家看了之后才发现 要求我又是一个大课才能玩的角色 好 那们废话不多说 这只角色非常的强 但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获取方式吧 首先 天心纵横是它的获取方式 那由此来看 后续的关心诸葛亮焚城陆逊那些角色 没意外应该也都是用 类似这种玩法的方式来呈现的 那它呢非常简单 你如果想要获得到这个角色的话 你需要把所有25格全部打开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80个碎片 那一样 获得这只角色呢 要100碎片 等于说你至少要开完两层 那基本上全部呢 第七层的时候还有送一个那个十方巨灭的称号 那这称号讲真的 我觉得 如果要玩这只角色的话 必拿 因为这只角色 维克 无克 小克 是玩不起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玩这只角色的话 这个称号必拿 因为 它的效果 如果我方存活两名或以上的群雄武将时 鬼神吕布战役技能天下无双 必定至少释放两次 且当自身一个范围内 如果敌方单位获得无敌时 鬼神吕布立刻获得无敌效果 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要玩这只角色的话 第七层的称号一定要拿到 那这只角色 我必须要说 真的非常的强悍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它的一个 玩法 现在看一下天心历练 你每天完成任务的话呢 最后可以拿到总共五只钥匙 然后满一千是拿到那个攻击宝石 这也蛮重要的 这次送的东西奖真的还不错啦 但是对比 鬼神吕布来说 就相对相形失策了一点点 那主要呢 这次的抽卡方式 一样都是课金啊 来我们来算啦 那个我看一单是四十只吗 那一百五十块是三只 我看一百五十块三只 十只是一千五 三十只是一千五啦 那一天只限购一次 所以一天的话 我们看可以买多少钱啊 一百五十块 然后再来是 一百五十块 加上这个 一四九九是多 我们看一下 四百九十块 乘上 三包 再加上 这个 应该九百八吧 我记得 一千块一千整啊 再加上三千 再加上 这个 多少钱啊 忘了 一六九零 一六九零 一样是五包五包 再加上 最后这个 三二九零 十二包 全部课完呢 总共 五万两千五百五十块 那有三天 所以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块的礼包 可以再买两天 再加三百 总共是五万两千八百五十块 可以买完全部 那么再来算一下 全部的话 总共有多少只 首先 一天买一次的天心特惠 总共九只 再来 七三二十一 再来 十二乘三三十六 再来 二十乘五 一百 再来 十二乘四十 总共加起来是六百四十六只钥匙 那天心县市呢 每乘二十五 拿完全部奖励 总共十乘 所以要两百五十把钥匙 那当然也有可能 它会越来越多 我们看一下 有没有写 好 没写 不知道 也可能它会越来越多 但如果以二十五来算的话 总共两百五抽完 所以其实不用刻到全部 但也有可能 它就是 要你刻全部的概念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只角色的强度 首先 天下无双 全体目标造成伤害 并且获得六秒无双效果 并且60%再次释放该技能 成功触发后 触发几率降低20% 最低降为20% 单次连续最多释放三次战役技能 无双是攻击跟攻速提升 期间的伤害28会吸血 转化成自身兵力 效果非常强悍 再来 星象技能 鬼神吕布的技能效果提升40% 普攻禁锢敌方状态武将时 30%几率清空自身战役 并释放战役技能 讲白就是吃一个平A普攻的效果 平A 普攻的坚固效果 普攻会对周围一格范围内的敌方单位 造成分裂伤害 普攻及普攻喷裂效果造成伤害时 30%机会造成重击效果 对目标造成攻击力的避重伤害 并且禁锢两秒 如果兵力低于30% 禁锢时间再延长两秒 骁勇飞将 暴击率提升25% 鬼神吕布攻击及技能伤害被闪避或免疫时 50%机会对目标再次造成该伤害 再次触发的伤害 如果被闪避或免疫 不会再次触发效果 所以你要玩闪避流呢 你要保佑你一直闪得过 不然一样会被他追加伤害打到 再来 避逆一切 鬼神吕布武力加100 每次受到伤害时 最大不超过自身兵力的20% 若伤害来源武力低于自身时 最大不超过自身兵力的12% 每阵亡一个武将 自身恢复14% 最大兵力且无敌2秒 最后 战役恢复增加15% 我方每上阵一名群雄武将 自身伤害无视20%防御 讲真的 目前看完这样子 我只想到一个组合 首先无双董卓 他本身够坦够硬 再加上可以适时放出我们的吕布来助阵 无双董卓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 无双貂蝉 回血监控场 再来个无双吕布 三只就把他拿满了 再来群雄我觉得可以搭配像是我们的 黄晨彦 走一个双坦的双坦路线 搭配黄晨彦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再来我们看下无双将有什么群雄的吧 我觉得再一只一样是要搭配我们的群雄会好一点 那不过当然 我们的吕布呢 他是只要三只就够了 最多无视六十方 所以其实董卓加上我们的小乔加吕布 他是算自身的 所以董卓小乔吕布三只加一起其实就够了 但是如果要配其他群雄将的话 我觉得搭配黄晨彦走双坦流也是不错的 好 再来天赋啊 天赋其实蛮重要的 我必须老实讲 鬼神吕布不会被暴击 当己方队伍只剩下自己时 达到最大战役70%就会放技能 这超级恐怖啊 自身被击败后会潜伏在混沌中 如果己方有武将阵亡未复活时 则自身会再次满血加入战场 最多可触发三次 等于说 吕布要排在最前排 因为只要他先死 后面有人再死掉 没有复活的话 吕布会直接在返场 这非常的恐怖啊 等于说吕布像一个梦魇一样 死死的缠绕住在你身边这样子 那基本上吕布这只角色 我必须要说 他真的对得起他的价位 因为他是真的很贵 但是不得不说 贵有贵的道理在 因为他就是强度呢 是非常的够的 我们来看一下打不打得过 嘿嘿嘿嘿嘿 那鬼神吕布 吕布呢这一次我必须要说 他出的这个方法真的是有点 有够削险的 超级片刻啊 冷月原本想说 如果跟上古宝库一样 是可以用 我们的那什么来着 元宝来买的话 冷月一定刻意出来给大家看 但现在这个样子 冷月最近软囊羞涩啊 实在是没办法再抽这个给大家看了 所以只能跟大家说一声 看有没有人有实测过鬼神吕布的强度 单就账面上来看的话 他是一只非常恐怖的角色 但实际上究竟如何呢 我们还是有待 实战上的一个分析跟讲解啊 那冷月也期待看 有没有机会 在战场上遇到鬼神吕布啊 我自己也很好奇 他强度究竟如何 因为目前看来鬼神吕布的强度 应该是真的非常可怕的 首先他价位很高啊 再来就是他其实单看账面数据的话 包含像大招连发啦 或者是说无敌啊 然后放招无敌 或者是那个几方武将死亡后再次加 我方再次加入战局那些效果 我觉得其实都蛮恐怖的 会让吕布成为一个你不想见到的存在 我只能这样讲 好 那是我们今天大家稍微看一下鬼神吕布的部分 那不知道大家对鬼神吕布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冷月最近可是硬拼啊 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 突然让我在最后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 真的是不得不再多延长个几分钟啊 凯莉的外观碎片 我们就下一集再揭晓吧 好 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